今天早上的這個質詢秀 民進黨的市議會黨團成功嗎 我只看到氣球很多顆 然後啵啵啵在那裡刺氣球 其他的都不記得 今天堅哥沒有來 我模仿他一下 秀里 我只有四個字 堅哥最強 就只有四個字而已 我剛剛其實有遇到他 我也跟他講 他說我要不要這樣講 你看過了王世堅 對韓國瑜的質詢之後 你就會知道 然後你看到25個莫迪 真的是 其實我覺得 我不會去就是揶揄或是嘲諷 這20幾位的民進黨市議員 他們真的應該讓王世堅 給他特訓一下 但是我從我的旁觀者來看 就是為什麼王世堅 他的質詢的過程會 大家現在網路上都普遍來講 王世堅好像委員 一個打20個比他還強 為什麼 因為質詢的過程 你也要有依仰蹲挫 你可能先循循善誘 韓市長我怎麼樣 我肯定是什麼 但是 他忽然就變成大聲 你要有高低 這樣大才吸引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今天的狀況我也必須說 我就不點名了 因為我有全程看了 因為是第一次 又那麼多人在看 你看他們一開始 光是海豹跟氣球 就搞了大概兩 三分鐘 我只注意到這個 議長都說要開始了 然後 有點緊張 我真的講 大家回去重看 我在節目上不要點名 有搶話 就是當一個議員 還在問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 好 王王 因為大家都急了 這樣就撈掉了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站出來 然後如果裡面有像大佬 這樣子口才非常好的人 舉派代表可能三個或五個 去問就好了 不要大家在那邊輪流 在那邊一直想要講話 每個人都想被拍到 第三個就是說 你問的問題 這位議員 其實我真的 我有聽到這一句 但我現在不確定他是誰 看我這兩天都知道的話 記住他的大名 也不要說沒有名字 我真的驚呆了 就是說如果你敢選前講九二公司的話 你就掉30%了 我真的當場驚呆了 我就看了說 因為明明就是在選前的時候 在友台的辯論會上 直接回答成績派的問題 而且媒體都包那麼大 而且變成是一個重點 就是他很認真 很認真的在拜託 韓國瑜第一題就回答了 他第一題就說 選前我就承認九二公司 他連韓國瑜再回答 他也沒再聽 他原本的題目照念 就說這個題目 可能是幕僚安排 那我就照講 可是問題是韓國瑜 明明就是讓大家覺得很驚奇 就是在高雄講了九二公司 還能當選 所以高雄是不是也已經變了 那既然還用這一題 這第三點 還有第四點就是說 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發現 所提出的問題沒有陷阱 也就是說就算是九二公司 韓國瑜自稱 第一題就真人的 就算他這樣回答 可是他根本不怕你 因為你講的九二公司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又不是會認同 九二公司等於我兩次 所以這不是難題的情況之下 其他題目不漂亮 為什麼 因為十幾項列在議會的 大電視牆的證件 你在他上任不到一個月 就一直問他說 你現在是不是跳票了 所以說實在於 他今天不在一起回來 他就說跳票了要戳破 今天就是為了戳氣球 他說可以不可以 就一直這樣回答 可是觀眾朋友 再怎麼講 有沒有連任 夜市的射氣球比賽嗎 有沒有連任先不管 至少四年才到 你今天如果說 到了市長的可能哪一位 或是你告訴他說 這些東西 請你告訴我你的時間 或是直接問 迪士尼也是一題 問他說你從上任第一天 到現在已經過了幾天 我會算 請問韓市長 你開過一次迪士尼的會沒有 你接觸過任何 跟迪士尼的人沒有 就這樣問 這會比那個人 你是不是迪士尼跳票了 你是不是跳票了 然後他也沒回答 好 戳 就把他說 所以 沒有 因為其實偉翰過去 就是跑市政府 市政新聞就是起出聲的 這20個都菜鳥嗎 沒有 可是他們過去可能真的沒有 他們以前不用質詢 沒有 他們不要關注 他們以前不用罵 過去12年已經荒備質詢的角色了 以前是歌功頌德 所以不要苛責他們 他們沒有經驗 他們現在不能夠講 韓國瑜的好話 突然今天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正在記者的立場來看 因為過去我是 而且我之前就是專門採訪 台北市政府跟市議會 我們在市議會在上面看 有時候一個下午兩三個小時 好幾個質詢組 到底一個新聞 電視台新聞到1分30秒而已 到底會用哪一個議員的質詢 他不只是只有衝撞或大聲就好 你還要找新聞點跟哏 這一次的話可以說 一開始可能他們也太緊張了 後續應該會越來越好 所以今天的新聞哏 就是搓氣球比賽 就是動動動 就是今天新聞哏嗎 問題是這還不算哏 今天這個哏就是說 他們20幾個人 被韓國瑜一個人KO了就對了 還有王世堅在後面KO他們 我雖然很擔心韓國瑜 未來四年的總體表現 尤其是正在國民黨的立場的話 更擔心今年6月以前的表現 因為這個影響2020的大選 但是我絕對不擔心 他今天第一場在議會的處理秀 因為民進黨這20幾個議員 也太高估了自己 太低估了韓國瑜 因為要處理這種跟議員的對幹 韓國瑜是不缺這方面的才幹 因為第一點他口條好 而且他被王世堅特訓過 他口才好 還有他EQ好的太好 沒有人比得上 他IQ其實也不錯 所以今天你看這個完了以後 這個議長給他90分 我其實要給他比他90分還多 我覺得可以給他96分 給他100分都沒有關係 不是因為我在這裡拍馬屁 為什麼 因為他的96分或者100分 是因為這個20幾位 民進黨的議員的這個 過度超低的表現 把他滲脫上去了 把他拱上去了 因為大家剛剛有講說 這個又不是立法院 怎麼九二共識還要在這裡 我認為是可以問的 為什麼可以問 因為韓國瑜的什麼出去 什麼進來 那個跟大陸沒有關係嗎 那個跟九二共識沒有關係嗎 雖然這個是台北高雄的市政 但是他也回答了 他說我的零經濟 我的零政治100經濟 就是市政 我要把市政搞好 我要把經濟搞好 所以當然是零政治100經濟 但是超過市政的範圍以外 我是非常支持九二共識的 什麼叫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我們黨的版本 加上中華民國憲法 加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就非常的完整了 你管他習老大講什麼東西 所以他今天這些回答 我跟你講你也太低估了他 他是有備而來的 他不備也可以回答 他有備而來 那更不用講了 所以這個今天給民進黨的議員 一個很大的教訓 下一次一定要表現好一點 我還是比較懷念王世堅議員 這個本來之前還說 高雄市議會會有幾個王世堅 結果被秀林一講 等於只有還不到一個王世堅 二十個不如一個王世堅 不過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過去二十幾年來 跟花媽沒時間練習 就說他們是第一次做在野黨 不過韓國瑜市長 他在市政報告 雖然只講了六分鐘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說 他對全體66位議員 跟所有的高雄市民是講 他希望未來的四年 他是要藍綠和解 他希望在高雄 是要真正的要拚命的來賺錢 拚命的拚經濟 拚命的做市政 很可惜的是 第一個來質詢韓市長的 就是民進黨團 他拋了第一個議題 就是九二共識 其實大家都有點傻眼 因為就像秀林講 九二共識應該是比較像 在立法院的一個題目 而且我覺得陳志忠 他一開頭他就定掉 他說韓國瑜的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這是陳志忠在一開始就講的 這個我覺得也是把 韓國瑜搞得有一點莫名其妙 他也沒講過這種話 他說他接受九二共識 來讓高雄的經濟 讓高雄沒有圍牆 只有道路 這是他講的 其實他的話 其實在各個媒體都可以看得到 有其他各位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 他說第一題就問這麼硬 那就重申 九二共識是兩岸最重要的定海神針 選前就已經承認九二共識了 但是在市政建設上 秉持政治零分 經濟百分的原則 為市民打拚 他還是再度的陳述 他雖然支持九二共識 但是他想的是政治零分 經濟百分 所以其實他的做法 跟他的講法一直都很一致的 就像昨天其實我是 昨天韓國瑜的行程是到台北市來拜訪 在高雄有投資的科技大廠 就像華邦店 他又到高雄去已經開始動土 像國具 全世界最大的被動元件 還有等等好幾家 我昨天就陪著市長在台北 拜訪這一些科技廠 因為本身我以前是科技出身的 所以你從韓國瑜 他就職其實不到一個月 20天 當選也不到兩個月 大家從第一步他所衝的 觀光這個領域你已經看到了 整個高雄市 今天我在EU 我也問了我們的觀光局長 高雄市去年12月的住房率 觀光範店的住房率居然創下 23年的新高 23年是什麼概念 就前一個新高是國民黨執政的時代 是吳敦義在當市長的時候 民進黨中間執政了20年 20年後又創了一個新高 幾乎都是九成滿 在去年的12月 11月底是選舉結束 12月整個在韓國瑜 他提出了很多的一個 idea 一個想法 然後到後期觀光局長 這個潘局長提了很多 他即將推出的這些活動 所以觀光上在很短的時間內 韓國瑜就真的 這個殞落了 就是實現了他的講法 就人進來了 大家知道2月底3月初 韓國瑜也要到新馬 就新加坡 馬來西亞 要去賣水果 他說貨要出了去 所以其實我覺得從選前 我覺得民進黨在選舉期間 就是唱衰韓國瑜 然後最後逢韓必凡 就是說你對高雄不瞭解 你講的都是一些空話 但是其實我就講一句話 選舉選完到現在 六都裡面變化最大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高雄 我不瞞大家講 我今天早上本來要直 9點半開始他要施政報告 我還來不及到現場 我準備到網路上面 看他網路直播的時候 是上不去的 大塞車 連市議會的網路直播 都塞車 都塞車 我今天還收到一個 從芝加哥 我們一個高雄市民 因為我們有一個群組 他說他們全家人在一起 看那個韓市長的施政報告 在芝加哥 看實況轉播 那今天只講六分鐘 太不夠意思了 太不夠意思了 這也創下中華民國 這個議會史上的紀錄 很少這個議會的執行 只有紅葉哨棒隊 那個時候看哨棒的人 我副導人的時代 所以我覺得高雄變成 全世界矚目的城市 有什麼不好 這是一個起頭 這是韓國瑜的起手式 他一開始有觀光 然後再來的話陸陸續續的 像包括連勝文在上個禮拜 在高雄市辦理的兩岸 輕創協會一百多家 其中一家私募基金 他首相有50億人民幣 他都願意到高雄來投資 再來昨天的拜訪科技大廠 我覺得他不是只是 像一般外面講 在觀光方面很低沉的 這樣一個收入的支持而已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 給韓市長一點時間 所以他剛才講 他當了20天 好像當了20個月 或者兩年了一樣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黨團 今天他的這個聯合質詢 我覺得我是給他不及格的 我覺得第一個 他也沒有針對市政 跟市長做討論 第二個他提出 不只是九二共識也好 或者其他跟大陸相關什麼 開放陸制來台灣買房等等 我覺得他還是在對他自己的選民 在做交代 他沒有對整個高雄市民說 我們期待在韓國瑜市長 未來代引下了高雄 有個突飛猛進 民進黨團我沒有感覺 他有這樣的一個誠意 跟他的包容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還是讓韓市長好好來拚經濟 而且補充確認 這次是 早安 聊天 早安 夜 早安 早安 早安